大家好,歡迎收看很少千金 今天大盤開低走高 今天跌一點 我現在的大盤是突破後拉回量縮 屬於強勢的高檔震盪的格局 所以現階段 這個地方一定要從族群跟個股裡面 去做一個弦股的動作 我現在在整個成交量 雖然說目前是低於800億以下 但是以目前我們講過的 強者很強 所以在現階段的操作 我給各位的觀念 就是要避重然後就輕 所以你在第四季的一個操作 你要選擇的標的 那一定是在整個營收 它有大幅的一個成長 它已經提升到九成以上 太陽冷 但是漲多這個地方 那你需要去追高嗎 洪軍我講過的 在太陽冷裡面 我們會鎖定的一兩檔 那幫各位持續的一個波段操作 但是其他呢 那我們用短波的方式 那一檔接著一檔 幫你的操作 我相信這些動作 我們都是讓各位印證在這個牌面上 那今天各位你看到4934的太極 今天有沒有在創破亂新高 那這一波呢 我們是不是在這一個 確認的黃金買點 那我們幫你切進去 我相信各位 那今天漲到214 那這個量爆出了28000多張 所以短線呢 你看喔 我們在找盤的時候 在拉高我們呢 前數又後利面賣出了 那短短呢 各位你看到 1234567 7個交易支 這會讓各位印證到 那又是呢 24%的利潤 那我們裝在口袋裡面 然後呢 這些資金 那我們這個地方也不是說 那就留現金 然後就不動了 我說的現金 那當然是要往什麼 最有利的地方去 所以操作 那這個地方呢 那你要分了所謂的一個 長坡 跟短坡的一個操作 那新日光呢 那我講過 因為呢 它合併 旺能之后 不管在模組也好 不管在電池也好 這個地方呢 同志朋友 它是呢 都是在銅業裡面的最大 所以呢 目前呢 它呢 是一個龍頭的一個場所 所以如果新日光呢 這個地方拉回來 我們還是會幫各位呢 來做一個鎖定 所以我說 在這裡的一個操作 那你也要呢 懂得如何的 去做一個 做一個呢 換股的一個動作 那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其實說在現階段 或許同志朋友呢 在擔心呢 在整個量能的一個部分 我講過了 我講過了 現在呢 台股的一個資金 如果將持續險 包括呢 內資呢 這些呢 觀望的一個資金呢 把它引導到股市 未來 這個機會呢 還是相當的大 現階段的一個法人呢 他還是持續的在買超 所以接下來 在整個台股 如果說 他繼續的往上去突破 因為我講過了 這裡 要去突破8500點 那這個均量呢 一定要達到880億 如果還沒有達到880億 那當然 他也不會說 他大幅的拉回 他會在高檔做震盪 用時間的去換取空間 所以這一段的一個 震盪的一個時間呢 你還是要注重在哪裡 在個股的一個操作 所以指數呢 把它放兩邊 個股呢 把它擺中間 所以最近呢 我相信呢 在整個金管會 它也是在引導呢 這些資金呢 到股市裡面 所以呢 我說在這裡 這個操作 同志們 你一定要有信心 其實你們呢 在這個位置點 都認為呢 都認為說 這個地方沒有行情 但是你一路印證下來 我們每個月呢 幫各位呢 所鎖定的族群 跟個股呢 那你們都是持續在印證 那接下來在第四季 這個行情呢 我也跟各位呢 講得很清楚 你一定要鎖定在 政策呢 做多的這些的一個族群 我現在這次呢 官收案呢 它落幕之後呢 那整個呢 排名它回歸呢 在基本盤 所以政府它一定會往什麼 拼經濟呢 這個政策呢 然後呢 朝這個方向去做進行 所以在整個呢 這個操作呢 那政策做多了 這些個股 漲多那當然 它會整理 但是相對的 這個地方呢 它也會呢 有所支撐 所以我說 你要呢 去找了這些呢 族群跟個股的話 那整個趨勢 它要呢 不斷的去往上 其實現在 最弱勢的股票 開始喔 它再慢慢轉起來 宏達電 對不對 在整個呢 宏達電呢 目前呢 它改組之後 那未來我們不管說 它的機會在哪裡 但是 它慢慢的在這個盤底 那明天呢 是一個關鍵 對不對 明天呢 它如果能夠 去挑戰了這個季線 然後呢 把它站上去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 這個短多的一個行情呢 它還是一樣會持續 但是 這只是一個 短多的一個反彈的行情 這個量要持續多久 這個沒人知道 所以你要強反的 那當然你手腳 一定要快 要不然的話 各位你看到 像TPK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這一天呢 有利多拉漲停之後 隔天開著高 但是呢 就開始往下殺喔 但是 因為TPK呢 它還壓在夜線之下 所以代表說 現在的宏達電 它已經站上什麼 夜線之上 而且夜線開始在左平喔 那五日線開始在突破 整個夜線的位置點 代表什麼 代表宏達電 它短多呢 它是轉強的 但是TPK呢 目前喔 各位你看到 它連五日線都沒有站上 所以代表 它還是弱勢的 所以這個呢 你要去分辨一檔股票的搶跟弱 你才有辦法去做一個操作 那宏達電明天呢 如果站上季線 那當然 它會呢 短多呢 去做一個扭轉中多的行情 所以至少 它會有一段的比較呢 大的一個 反彈的一個幅度 但是TPK目前呢 還沒有出現買點 各位呢 在這個地方呢 你真的 你不要學意的 然後去亂講反彈 所以這就是呢 宏達電 包括呢 TPK呢 那我們跟各位去做比較 所以代表說 宏達電 它領先TPK呢 它做止跌 那TPK呢 現在 它還是在一個弱勢的格局 所以 時間點還沒有到 你太早買 這個地方你也賺不到錢 所以 這次呢 宏達電 我給各位的說 如果你宏達電 在短線上 你先呢 Hold住 你先不賣 但是 如果真的這一波 彈上去的話 那你還是要 捨得呢 做賣出 你只要呢 記住呢 這一句話 所以 在整體的操作 宏達電 我希望說 各位呢 還是要買強 不買弱 那 以大盤呢 在短線上 其實這個地方 它沒有敗筆 來 我在 這幾天跟各位講過了 大盤呢 你要去看說 短多呢 轉弱的話 那一定要跌破 10月11號 朋友 這一天呢 938億 這一根呢 長黑棒的低點 但是 如果沒有跌破 代表什麼 代表說 短多 它沒有轉弱 但是如果說真的 短多 它轉弱的話 那 這一條呢 季線呢 它還是在翻揚 所以以後呢 押回來 在這個地方呢 它也跌不太深啦 所以 以整體的一個操作 我認為呢 這個地方 你不用太在意 整個指數的 漲漲跌跌 個股呢 才是你最好的一個機會 因為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說 如果真的大盤跌下來 每一次都是你的機會 你看喔 如果你敢買 每一次都是你的機會 我相信這一次 也是一樣 那 以第四季來講的話 這十三年來 總共有十次的 上漲的機會 那代表什麼 這代表有八成的機會 所以在第四季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還是一樣 在個股呢 建議呢 做多 其實在 整個的八輪周刊 看這個貨市 它告訴你 12個月 報酬率 可達兩位數 那如果大盤能夠 漲兩位數的話 很多個股 我相信呢 它的機會相當的大 所以 洪急我常跟各位講說 你在股市的一個操作 你要呢 看對 做對 你才能夠一路贏 來 我相信 聯發科呢 如果 之前呢 你在低檔 跟我們買到 到現在呢 兩個階段 各位我相信 還是一樣 能夠賺錢 我跟各位講說 同樣的高價股 為什麼 那我們這一路呢 幫各位操作 聯發科 那可以賺錢 因為它趨勢往上 趨勢往上 所以 我說這種股票 你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呢 從整個籌碼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它是相當穩定的 而且聯發科在明年 我現在並澄清了 澄清了 已經在 這裡的通過呢 入商務部 有條件的 核准 來 這一次 聯發科 它領先 電子指數 它創新高 所以它是領先股 代表的是什麼 它是強勢股 我說強勢股 你買進 這個地方 同志朋友 即使跌回來 那你要不要趴 我相信聯發科 在今天 各位你看到 在美國遭到什麼 清錢喔 但是 聯發科他不評論 但是呢 我們去看到說 這個地方呢 對方呢 提出的控訴 是針對什麼 聯想 LG 任天堂 我相信呢 Panasonic 包括三星 東芝 聯發科 這不是說 只告一家公司 但是 各位你看看喔 這 它告的內容 是在光碟機 筆記型電腦 遊戲機 電視機 包括呢 DVD的播放機 包括相關的 零組件的產品 提出什麼 侵害專利的 清錢的調查 但是各位 聯發科 它最大宗的 在哪裡 智慧型手機嘛 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 我相信啊 如果呢 今天呢 你看到 哇 聯發科 然後被 被控清錢的話 那你今天去殺低的 有沒有殺到最低 後來呢 各位 它有沒有拉到平盤 如果你今天 你殺低 是把它殺掉了 你是把它殺掉了 那今天呢 拉了一根紅棒 所以做骨片呢 這個地方 你真的 你要看得懂 這個排面上 所以聯發科 即使壓回來 各位你看到 它也是呈現一個 突破的一個壓回啊 那如果說 用一個技術面的 角度來看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突破 或的一個 拉回 側頸線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這裡 技術上 包括說 在整個 基本面的一個架構呢 它也沒有改變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也不用太早去看壞 我相信 這一次呢 你看到外資呢 它也是調高了 聯發科的平等 它的股價呢 它也是調到500塊以上 所以 我說在這裡 你真的 你不要說 在短視盡力 有機會的一個個股 這個地方呢 同學朋友 那你一定要持續性的 然後 在整個波段的 一路操作上去 那我講過說 聯發科如果說真的 你不是在低檔 跟我們掌握到 或許呢 在創新高的同時 那如果你不敢買 也沒有關係嘛 那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跟各位講的 這一檔 小聯發科 還在低檔 還在低檔 所以我們送給各位的 這一份呢 研究報告 那我也希望說 同學朋友 你要做好準備 因為 它有一次壓回 那事實上 現階段呢 它短線呢 它也 開始在做壓回的時候 但是 壓回是要讓你殺低的嗎 我相信呢 同學朋友 殺低以後 那我相信 以後呢 你還是要 再追回來 因為呢 這些個股呢 在整個底部 它慢慢的 開始在做突破的時候 或許 在這個地方 你認為 它弱勢 但是各位 你去回想 你去回想當時呢 來各位 這一檔叫做糖聯 如果說你 去看它之前 在低檔的時候 對不對 它開始突破 那我們說呢 它壓回 這個買點 你要掌握到 你說啊 老師 你從低檔到這裡 你們是賺一波了 很多了呢 這個地方 壓回來 是不是還要 拉回破底 但是各位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 拉回來再買它一次 後來呈現什麼 噴出了走勢 所以 我說呢 一檔股票的操作 洪軍呢 我講過了 我不會帶你呢 買最低 最低呢 那不是我們買的 最低呢 一定是那些公司 因為他了解 他公司的狀況 要嘛 最新一隻主力 他知道呢 這家公司的一個狀況 要不然的話 我說你買在最低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 為什麼 因為買最低 還有更低嘛 就像說2498宏達電 來各位 之前呢 你都認為這裡低嗎 當然低啊 但是後來破底 你認為這裡低嗎 後來還破底啊 那你認為這裡低嗎 後來還破底 所以股票一定要做一個什麼 做確認 所以我說呢 一檔股票 那如果呢 他的技術片 他已經開始在翻揚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呢 要趁壓回的時候呢 那你再買它一次 所以 我說這檔股票 我相信呢 你來會場都已經知道 那我們也認為他突破之後 有一次壓回 那現在 他也壓回來了 所以老師呢 跟你們所講的 你們印證到了 對不對 你來到了 來到了見面會的人 都很清楚 所以 我說這種股票 那當然 洪行人我們持續性的 來幫各位掌握 那另外呢 說在之前呢 一些呢 比較強勢的股票 或許呢 你在第一個階段 你沒有做到的 我說在第二個階段呢 這個地方有機會 來做一個 做一個呢 突破了 這樣的一個機會 你要趕快呢 來做一個鎖定 我相信呢 那未來的機會 這個是要靠各位 你的智慧跟勇氣的 那我相信 洪行人我只是告訴你 那個點 很重要的 一個轉折點 如果這個點呢 如果真的是 沒有錯的話 那我相信 你買進去 能夠賺錢 那我們也要恭喜 那有一些個股 像生計的 這些族群來講的話 不管說在 意態也好 不管在唐年 在之前呢 都是我們在 這一波呢 從底部呢 一路的 幫各位呢 鎖定上來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階段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都會跟各位來什麼 找機會的 但是 一些短波股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 我們還是持續的幫各位啊 這個地方呢 有機會的 我們會幫各位鎖定 我講過短波股的一個操作 其實你不能貪 你不能貪 為什麼不能貪 因為本來你就是買強勢股嘛 那強勢股可能你一根兩根三根停板 或是呢你運氣好的話 五根六根 那你還是要賣啊 對不對 就像說太極 我相信各位 那這一種 短波的股票 它一噴出 對不對 短短的 這七個交易日來 24%應該不錯了吧 對不對 我相信呢 這樣能夠呢 賺到 那你賣掉了 那你再換到什麼 換到低檔 剛剛呢 起贊了一個個股 就像說 這一檔呢 紅電一來 我相信 我說它的一個轉機性 相當的好 破底 我說呢 它會呈現破底 反正你也印證到了喔 來各位 你看 這一段上來 這兩個階段 如果你跟我做到的話 來 這七根漲停板 有沒有呢 破底 你看喔 那是不是呢 穿透了 所以這種股票 我們都是呢 事先 幫你做一個 掌握 今天呢 還是創新高 但是成交量呢 它是量收的 所以 沒有結束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呢 你要懂 你要懂 那個的介入點 包括呢 下車的 那個點呢 同學朋友 你都一定要 去掌握到 就像說 這一檔 美食 你看喔 我們跟各位講 來 你要佈局 都來得及 我相信呢 來 你 你10月2號呢 來這檔股票 我說剛剛突破 獲得呢 日本市藥廠 聯合的採購訂單 10月11月 開始呢 大量出貨 來 各位 如果你在這個衛視點 你買都來得及 來 現在呢 是不是噴出了 所以股票呢 各位 不是等它噴出了 那你再去追 那今天喔 你創新高去追 那一殺下來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下呆了 對不對 但是 強勢股 它不會一日反轉 所以呢 我說這檔股票 我們在這裡呢 還是持續的爆拉 所以像這一種呢 它還有機會的 你就不能說 你太早下車 我希望呢 在這裡的操作 宏進呢 我們都會 持續的幫各位呢 來做一個規劃 那我也希望呢 在這裡 投資朋友 你還沒有呢 找到呢 一檔 在11月份呢 能夠 有機會讓各位賺錢的股票 那下半場 我們跟到 跟各位講說 那機會 會 會漏在哪裡 我們等一下回到現場 新裝附屋新旁 拒播造陣計畫 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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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紫陽重劃區 林長指標 預約兩年後的容景 捷運生態水岸宅 蘇黎氏 82950033 輪返頭部 紅紅紅資產 2013年 全新研究團隊 並持專業良知 認真用心 強要服務負責 迅速積極 現場先知先覺 永遠領先 市場知覺 堅持好進好出 保證待進一定待出 深入產業面向 刮掘潛力標普 布局拖斷底部 複製成功模式 善用短線價差 累積人身財富 輪运補製補聲線 0277258899 輪运證券投顧 一大造台灣 成為理財幸福島 為最大面景 為提供最專業的服務 不惜重金 沿覽業界頂尖的分析師 絕對值得您 用信任托付 讓最懂理財的團隊 替您做好精準的分化 找出最佳的買賣點 幫您贏得燦爛的延伸 輪运頭部智虎傳線 0277258899 772588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理財周刊 用心為您精打細算 每一塊錢 即日期訂閱12期送三期 只要2288元 訂閱26期只要4288元 訂閱52期只要8188元 再想精選好理二選一 詳情請下0223926680 或上李州網站查詢 最記憶 請用記憶 五分鐘 歡迎回到現場 我說股票市場的一個操作呢 其實 如果你懂 那當然會做得很輕鬆 但是最主要說 能夠在低檔買 來到高檔要捨得出 我相信我常給各位的觀念 就是追高 從來不會讓你大賺的 所以你要在操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底部 你要做好準備 我相信我們在買一些股票 那各位也印證到 為什麼我們買的時候 它還沒有漲 但是之後 各位為什麼它能夠這樣 連續噴出了一個漲刺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領先市場 如果等到說太陽能 你看到這樣的一個利多出來 我相信各位來得及嗎 那當然來不及 9月14號 你拿到這份資料 我相信呢 帽底 新日光 綠冷 那是不是都是買在一個起障點 來 但是 等漲上來 我現在呢 10月1號你拿到綠冷 你還是可以賺這一波啊 但是上來你捨得出 你捨得出 來 各位 一樣喔 帽底即使你不是在之前跟我們買到 來 我相信呢 你在10月1號拿到這份資料 我相信各位 那能不能夠賺 我相信都可以 所以 是這些個股 那當然 紅軍呢 那我們賺到呢 帶你賣 來 新日光 在底部 剛剛開始 如果你敢買 來這一波 各位 它是不是呢 漲到在創波亂新高 但是 以目前呢 我們跟各位講的 它的一個基本面來看的話 它還沒有結束 所以 這檔股票 太陽能呢 我們唯一的抱擾了 就是呢 這一檔新日光 你看 即使你新日光在低檔沒掌握到 來 各位 我相信 3691的售盒 是不是在低檔讓你買到 創波段新高之後 來 各位 隔天有沒有帶你賣出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呢 這個地方的一個操作 都是呢 一檔 接著一檔 來太極 10月14號 買到來 投資朋友 我相信 你去看看 我們呢 持續的一個操作 那是不是呢 都是呢 幫各位呢 鎖定之後 來 今天有沒有帶你出 我相信你們會很清楚 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創新高 拉高呢 那我們是不是呢 捨得出 那接下來 我說呢 在11月份呢 各位要去注意了 那當然另外的 政策的做多股 桃園 航空城 我相信 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建設 那當然 它的產值呢 逾2.3兆元喔 對不對 而且連結 北台灣三大都會區 這達 938萬的人口 這個商機呢 非常強大 而且在整個製造部分 包括 研發物流 商務 會展 觀光休閒 生活 新都市的一個發展區 所以呢 這次受惠的股票 包括說 來各位 這檔叫中貴 我相信呢 今天壓回來 那你要不要怕 帶量突破 拉回來亮收 你要不要怕 所以 這一種呢 突破的股票拉回來 你要怎麼做 眼熊港 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它帶量突破 拉回來亮收 那你要怎麼做 很多人呢 可能呢 因為今天 拉回來呢 去做一個沙地的一個動作 但是 紅軍呢 我們拉回來 我們是在做什麼 做加碼 所以我們的操作呢 都是跟各位不一樣 那如果你 從 從現階段呢 同學朋友 你去看這些個股 如果說 11月份呢 能夠再讓你大賺一波的話 那你要不要呢 趁拉回來的時候 趕快做好準備 所以我希望呢 你還沒有跟上的 我也希望 同學朋友 你要趕快呢 跟上來 明天同一天再會 來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 三天要裝高純度 玻尿酸面膜 三天要裝 《理財周刊》推出 《贏家日報》產品 每日提供火線強固 集團式分析 8月27日 銀家日報推薦成菜 拖斷漲不達78% 9月9日 银家日报推荐巨项 波段涨不达27% 您还在等什么 现在来电就免费送您 银家日报 多许专线02-23926680 森田药庄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文运同步 红口之载 2013年 全新研究团队 并持专业良知 认真用心 强调服务负责 迅速积极 现场先知先觉 永远领先 市场知觉 坚持好进好出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深入产业面向 挖掘潜力标普 不足拖断底部 复制成功模式 善用短线价差 累积人身财富 轮运服务质付尊献 02-7725-8899 轮运证券火库 一打造台湾 成为理财幸福岛 为最大面景 为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不惜重金 沿览业界顶尖的分析师 绝对值得您 用信任托付 让最懂理财的团队 贴您做好精准的规划 找出最佳的买卖点 帮您赢得灿烂的延伸 留言投顾 智虎专线02-7725-8899 7-7725-8899 奇怪 都要吃了 我都不想洗 你怎么洗不洗不洗 钱就像在放水了 后组给它熬乳的不是 如果你看的你还用不乱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